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我們這三年覺得好用的家庭 不經不覺 我們就一起同居了三年 分都結合了 戴戒指什麼? 還沒 繼續 戴戒指吧 我們做不經意的手勢數學 我們同居了三年 我們生活的空間都越來越小 因為 越來越多電器 是 而且越來越多雜物 搞到我們需要租個宿舍來拍片 但是今天又竟然回來我們家拍片 因為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我們這三年覺得好用的家庭 全部都是你覺得好用的 有沒有你的份的 不是 我都覺得好用的 這條是我們最後一條片 用笑來掩飾吧 五大家電比我五大家便 哈哈哈哈 介紹這個 好 我們現在來介紹 我們覺得好用的五個家庭 好 大家首先要like share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如果大家有其他家庭 都想分享給大家聽的話 或者讓我們知道的話 就大家留言 好 我們首先 大家好 我們是知長情侣 咦 好 我們是知長情侣 Chairly聲明 我是Kyle 喂 濕了一張桌 不要緊 現在我們介紹的東西 都關濕的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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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壓 哈哈 噔噔噔噔噔 哈哈 我們覺得好用的一個家庭 是加濕氣 那為什麼要加濕氣呢 因為香港這麼潮濕 為什麼還要加濕呢 因為在香港雖然很潮濕 但是開冷氣很乾 而我呢 是找了很久很久 才找到一個這麼大容量的加濕氣 它的牌子是叫 C.Mohonet 這是我2021年的出品 它是這樣可以拿走 然後就去裝水 嘩 我們剛才洗得很辛苦 還有我想說 這個是不是香港的 香港的發現的時候看 只有兩種大事 一是全部都很小的 一是坐地那些很大陸 一是空氣清濕 到清濕真的脫了 有些是空氣清新機裡面 它說有加濕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那些很沒feel 那一次去旅行的時候 就是留意到它們的店舖 都有這麼大座的加濕氣 然後我就看到這一部 其實它是抬回香港蜂蟲的 很輕 是 因為我抬的 放進行李箱 哪有放進行李箱 我是行李升泳 夠的 它有得減到最低的 還有它這個蓋子 就有出洞位可以多一點和少一點 我試過開到最大 因為那些放在床邊 我想問問為什麼會變得濕 我想會變得濕了 是第二天很濕 但是後來我發現不用開得很濕 可能開一半左右 已經可以將空間加濕 那是優缺點 那它的缺點就是其實它也挺難feel水 我以為這樣拿出來feel水很方便 但是浸回來的時候 都很重的 而且它也挺容易到射水 所以現在我就會用1.5L 所以水樽直接feel水 混兩三次 就會安全一點 是的 它的優點就是霧真的多 真的整個濕氣出來那些 它就是做到 令我起床真的不厚 是的 我都很久沒試過 就算冬天也沒事 還有就算它加濕 好像很多水分 但是你的空間不會說很潮濕 平衡你那個空間的濕度 滋潤你們的關係 我平時日常空間開冷氣 我都沒有專門加濕 但是因為房間的空間真的小 你一抽乾就很乾 是 你一加濕就會很濕 所以通常都是真的開冷氣才用這一部 其實它原來我現在找 它還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在Big Camera看到 你們就可以找一下 這一類型的加濕器 還有轉插來說 有時候有些人說 在香港用這個插頭 是會燒 或者是… 沒有那麼安全 對 始終不是這裡 但是我又用起來沒什麼 但是就不要插太多電器 所以大家參考一下 Yeah 這個我推介 好 之後要分享好用的東西 就是電視機 其實我們這一年是換了電視機 是 原來我們上一部電視機 是看不到4K的 是 我們那時候覺得 是不會經常坐著看電視的 但又想有沒有電視 所以選擇最便宜的 甚至乎那時候有想過不買電視 是 本來想買Projector算了 好像帥氣 而且還挺胖的 但是最後還是有買到電視機 還想不到我都用得多少 是 你的感覺應該大一點 因為你是看得最多的 Blue Cat 我通常用來打機而已 我生日這樣跟他打整天機 是 我們換了這部是TCL的電視機 是 選電視機第一樣東西要看的 不是他的畫質 是你看尺寸 就是看你梳化和電視機的距離多遠 因為我初時都不知道 那時候他買的時候才知道 他只有一個位置幫你量度 你多少處就要多少米 嘩 如果是太大的電視 但距離很近 原來是看不到的 就是你追的字幕也辛苦 是的 因為我們量度過你之中長 其實放到65吋電視機 但我們最擔心就是 不知道距離夠不夠 但後來 剛剛好 他說只有2米距離就可以放到 是剛剛好 所以我可以買到65吋電視機 我們可不可以把錶放在這裡給大家參考 然後換了這部電視機之後 我才能看到一些真正的4K和iMAX電影 真正的用到Nefix的功能 原來是相差很遠 色彩會比較漂亮 然後 原來我之前覺得清 都不是真的最清 其實我們到現在 相機支援到4K 但我們沒有拍 就是因為我有時在YouTube看別人的4K片 不就是這樣 有什麼分別呢 原來是還沒換電視機 但是我也是換完電視才知道 原來是真的有分別的 都失論了 你知道也沒有分別 因為你看看不到 也看不到4K 像有人買一部PS5回來 但他不知道換4K 120PS那些 很容易 不過我不換也不知道 是的 我們舊的那部是給家人 後面有 後面有奇難的 這是其中一個 賣東西給家人的技巧 所以換了這部電視機之後 就發現有一個好一點的畫質 我們這個電視機的型號 就叫做 TCL 65吋 C855 QD Mini LED旗艦級電視機 是的 第一個優點是什麼呢 我覺得它真的挺划算的 我們記得價錢是16000元左右 但是其實它比其他同類型的電視機 已經便宜了一段 所以我覺得以這個質素來說 其實它算划算的 我自己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我最記得是 馬上電視機之後我看Batman 我本身就少看DC的電視機 但是Batman是唯一一部 我真的會看的 還有我之前看 那個十幾年前 它剛出的時候 你知道Batman說明 我之前以為Batman是Batman 我以為是 我真的嚇到什麼 都不知道它在做什麼 有些場面是 接著我就是最近重溫其中一套 然後看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是真的電視機的問題 實際上有比較才有傷害 為什麼它說色彩層次會好一點 就是因為在它的名字 是QD Mini LED技術 所以就會變得容易一點 看到一些深淺顏色的分別 是 因為它比一般LED電視機 的技術已經精細了很多 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我看Batman 它裡面的細節會比較清楚 就算它的環境很暗也好 你也看到角色還有什麼表情 車子飛去哪裡 就不會黑到一塊塊 完全黑色看不到任何東西 是 有些黑到一塊塊 好像起隔 還有剛才我說 轉了電視機之後 發現它的顏色會再準確一點 還有鮮艷一點 還有出來它的畫面 就更加有層次 就是用了一個 升級的QLED Pro技術 它是一個全新的 四元量子晶體 就可以直接昇華了電視的色彩度 所以就直接將色彩度 升級了 尤其是看Marvel的電視機 就會更加明顯 還有它有一個 是AI-PQ Pro Processor的芯片 就是一個全新的AI-Scene功能 可以自動幫你分類畫面 優化了它 如果看打鬥的場面 就會自動補一些細節 就會令到畫面更加流暢 原來它是有 AI-MAS的認證 所以你看AI-MAS Enhanced的電影 它就可以播得到 AI-MAS級的電影 就是我之前播不 因為它正在電視機設定中 有一個AI-MAS的選項 對 難怪它現在會有分別 剛才說了這麼多畫面 但是除了畫面之外 它還有一個 安喬的2.1.2聲道喇叭 就多了兩個天空聲道的喇叭 所以這個聲音 令到你自己看Marvel的電影的時候 就好像真的親力其境 臨場感會好一點 OK 我現在給你聽聽有多震撼 有多重幻眼功能 它可以減低藍光 它會沒有閃力 保護你的眼睛 我就可以少點頭痛 還有TCL的電視機 在2023年是全球出貨量第二 如果大家對這部電視機有興趣的話 我們會把連結和優惠鍵 放在info box上 大家可以按一下 如果你想選擇其他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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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去HKTVMORE的TCL旗艦點選擇 我覺得如果情侶家庭 真的會播劇打機 已經十分之夠用了 以這個價錢來說 對 都挺適合預算的 是 可以用這個預算 有一個更新的享受 有時候我們晚上 電影之夜都挺開心 好 下雨 會不會太大 排得上來 這個是大家眾所周知的無印風扇 我是不敢相信大家現在還沒有一部無印風扇 神經病 因為我個人是怕熱得來 但不能吹到上半身的人 即是我吹到頭部的話 就會頭痛 會頭痛 會舒服 所以我如果要散熱 我只可以吹一隻腳 那它這一部就是坐地 還要很矮 其實它是一部對流風扇 我想說你還沒說過 我完全不知道什麼叫對流風扇 有些對流風扇是可以360度轉的 即是你開一點冷氣 加上這個風扇 就可以令空間更加涼 即是嚴格來說 它不是對著人吹 它是對著天花板吹 是的 所以我喜歡它 是可以這樣 是的 在你家裡營了一個對流 那你有一點微風感的時候 就不會熱之餘 又不會吹到正有病 那首先它有帥仔 然後呢 搞樣 1 2 3 4 5個角度 為什麼我喜歡無人風扇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對流風扇 有些都跟它的外型很相似 但是 真的只有它這一部 可以吹到我 會覺得寒 即是它的風力 夠得來 它又不會太吵 我覺得它大風度可以拿金牌 金牌 然後呢 它有三段的風力 如果你開冷氣 其實有時開日 然後你吹著雙腳 或者吹在天花板 它那個對流真的很好 其實省電一點 冷氣不可以這麼大 是的 所以它是一個挺多優點的風扇 那缺點呢 大部 大部的 真的都挺瓦炸的 它其實可以加輪 它就可以活動得好些 但是它要加配 這個就不太方便 但是無人的東西都是這樣的 你自己搞 然後之後 有一個不好 就是它就算你加輪 它都不能左右 或者上壓 不能自動搖擺 對 我最初都覺得這個挺不方便 因為譬如我坐在沙發 又不需要吹著我 但是它偶爾碰到我 其實沒有這個功能 但是後來我發現 它根本就不是對你這樣用 那當然它好像真的 只是可以向著一個方向這樣吹 但是你其實放遠一點 開大一點 你真的整個範圍都吹到我 是的 其實都可以的 那它呢 你們上無銀的網 它其實有教你 怎樣用這個對流風 如果你有興趣買的話 可以上去我的網看 其實這個真的多功能 都真的挺厲害 它好像沒有功能 但其實它很多功能 我們先介紹這一部 這一部已經存在了幾年的物品 絕版 但是現在無銀 原來出了一部360度轉 這一部在官網找不到 它現在新的那部 可以多了很多個按鈕 有45度 90度 接著有時間碼 也有360度 90度 120度 180度 也有三段的風速 那它這一部 那時候買 300多 那我猜不到 它原來出了一部 進階版 是的 其實剛才我們說的 它應該都有 因為它始終都是一個對流風扇 只是它優化了 剛才我們說的那些缺點 不知道有沒有分別 因為始終真的沒有買新的那部 但是它舊的那部那麼好用 我覺得新的那部 應該都真的升級 而且就這樣看 好像都能解決到 我們剛才說的那些 如果我們真的買多一部 首先要再買 不買 這個我真的用極都不壞 不要遷就它 要錢的 買東西 買買 買買 下一個就是 加濕完 都會推薦抽濕機 人真的很矛盾 又要加濕又要抽濕 但是你開冷氣的時候要加濕 但是你平時會冷氣就要抽濕 在香港真的要抽濕 因為我梁家那邊 那些牆都發霉 所以我當時一入伙 我都是決定要買一部抽濕機 所以你可想而知 我們的空間越來越小 毛裙有害健康 是啊 看房屋 然後發現他們很多病徵 說不出原因的那些 原來很多都是毛裙 所以香港很多地方都容易發霉 還有牆身都很容易 因為有時候可能上面 他們可能開一間冷氣 我們沒有開 就很容易有倒汗水 其實積住在甲塵那裡 我們不知道 然後久而久之 很容易發霉 所以我覺得抽濕機也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件事想說 你家裏面浪衣服 現在是嗎 濕度都會高很多 是啊 因為我們買了這一部 就是TCL的抽濕機 這一部抽濕機 是一個座地式的 它的優點是 首先它有滑 它是一個很大的容量 有3.4L 很容易拿出來的 還有你是看到它的水箱的滿度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通常是倒水的 如果它難拆那些 真的會經常倒水 你都試過一次在家 倒水完之後 每次都是我倒 是嗎 然後它是有時間制 還有APP功能 我覺得現在抽濕機 如果可以買到的話 要搖它的 是的 我們有時候離開家 準備回家的時候 會開定 我挺欣賞它 就是它的抽濕很快 嗯 我有一件事想分享 和推介大家要做 就是臨睡前 可以開抽濕機 抽一抽房間 是 原來是睡得舒服 好多好多 床都沒有那麼黏 只要你攤開了些被子 然後你把抽濕機藏在房間 我想這部機的話 我上次抽了一個小時 是 它又是很好 你可以設定自己 想要多少濕度 然後它抽到那個位 它就顯示給你看 現在的濕度是多少 然後你想設定的濕度是多少 那它這部機其實是左右出風的 為什麼我會選擇左右出風呢 因為我有些空氣清新機 是向上出風 正常是有一個對流風 但是會經常入塵 可能會消聖木 它真的很容易掉到 一些髒的東西 進去那個口裡 所以我就選擇了這一部 是試一下左右出風的 還有它有一個 miner的好處 它有說是空氣清新功能 這樣就不會買到一部 整個屋都是電器 而且它都挺省為 我覺得它四四方方 我喜歡它 而且它上面也有一個頭髮位 所以它移動是方便的 雖然它的機身是很重 但是它移動是可以移動的 但是它也有一個缺點 我覺得它的噪音是大了一點的 但是有時候你真的放它在房間自己吹 這個缺點沒有那麼大問題 下一樣 就是按摩器一部 這個按摩器 之前我在幫我媽媽改造房間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買給它 最令我想買這一部給自己 就是我頭痛 然後去我媽媽家吃飯 然後我就休息 在床上我就拿到它這部機 按一下自己的頭 按完之後我馬上不頭痛 但是現在這一部 是我自己再買給自己的 再額外呢 我買多了一部給我婆婆 那我先介紹一下它 它的牌子就叫Naipo 應該是這樣讀的 Naipo 然後它是可以給你四個用處的 就是有肩頸 背部 腳 還有腰 小腿是可以的 大腿難一點 屁股都不行 因為屁股不夠力 試過了 我真的想試一下它 那個可能性有多高 然後它就是有三個力度 然後你的魔術貼是可以 根據你自己不同的腰圍都可以 我也用到 對 它有另一款的 它這一部是Plus 人家說這一部的力度最大 所以我買了這一袋 你這個魔術貼 不是鋪腰的話 都可以鋪在你的電腦椅背 是 它可以解決到男朋友的頭痛 為什麼 因為你不買頭痛 我就沒那麼頭痛 你是男朋友嗎 我就是人家那些 沒有人結婚嗎 警犯 穿住上 按摩按著嘴 三色 它很細部 它省位得來 而且你不同的位置 你都可以用它來按 我們用完再放在一旁 其實不太有眼睛 這個真的拯救了我很多個焦組 訓禮頸頸頸肩膀痛 真的很有用 因為有時候你回到家 首先有沒有時間按摩 那你老婆都累 就叫她幫你按摩 我不會啊 因為你按得我好差 不想按得你好 我每晚幫你按摩 哪有啊 再在鏡頭面前吹水 不是每晚間 每天打機 我經常要自己按摩 嚇死 還有我覺得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自己調教力度 是的三段 但其實它調教力度 純粹是快點和慢點 還有你真的不夠 你自己按一下 可以按一下 是的 還有瘟疫功能 冬天多開心 瘟疫功能很重要 因為你按的時候 熱氣循環得好一點 是啊 沒有那麼容易繼續痛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 非常好用的產品 我已經買了三個了 兩個給了家人 一個自己用 拯救了無數家庭的按摩器 Good 好今天分享的所有電器 都分享完畢了 希望大家如果剛好 最近家裏添置新電器 因為都很難選擇 真的 我們都做了一段很長的研究 還有這些全部都是我們用的 真的有用的好用的 我們才有說出來的 是的 所以如果你賣同類型的東西 都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把連結在下面 就除了第一個加濕器 是沒有連結的 我們照帶一個型號在下面 或者你又反過來想 銷售我 你家裏用的電器 好好用我 你都可以在留言 交換情報 沒錯 因為我也可能會再買 我們再儲多一點電器 可能一年半載 我們又再分享一下 好 有甚麼再多一點電器 我們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